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郊区一名47岁的女士突发心梗 并出现严重的低血压情况 病情严重 生命垂危 心梗是由于冠状动脉阻塞 导致心肌缺血坏死的一种疾病 最及时的抢救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内 俗称黄金90分钟 而这名患者除了心梗 还伴有心肺功能衰竭 这样很容易发生猝死 患者先是很快被送到附近医院进行抢救 然而 医生研判病情非常复杂 医治难度很大 情况危急时刻 为安全起见 医生建议马上把患者送到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 进行抢救 然而 在当地 并没有治疗这种严重心脏病的医院 患者需要到60公里外的 具有治疗条件的市区医院进行抢救 如果此时驾车前行 正常情况下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更何况 此刻正赶上北京的早高峰时间 路上堵车在所难免 最快也需要两个多小时 甚至时间更长 这种情况下 患者很有可能错过黄奸救援时间 在途中就出现病危 那么 怎样才能迅速将患者送往市区医院呢 救护车呼啸着 驶出事发地 但是奇怪的是 救护车并没有直接驶往市区 却朝另一个地方驶去 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是到了 是吧 到了 到了 是这个吗 对 很快 救护车来到一片空地 患者情况万分危急 救护车为什么没有去医院 反而来到这里呢 这就是我们99的急救飞机 这是直升机啊 看这下面应该已经有工作人员 已经准备好了 对 已经准备好接病人 现在呢 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 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的关键 我们就开始进行空地连运 来 现在我们就要把车上的患者 转运到我们的直升机上了 原来 为了能够快速将患者送到市区的医院 航空医疗救援中心 安排了直升机 快速转运患者 把病人平移到那个单架上 而在救援现场 我们注意到 患者很快被转移到了一个特殊的蓝色单架上 这幅单架和平时我们见到的单架 不太一样 那么 转运病人 为什么还要更换单架呢 原来 飞机即将起飞 用飞机运送病人 飞行途中难免会遭遇强气流 造成飞机颠簸 而患者难以承受这种状况 又完全无法自我应对 这对飞机上的重症患者 是个严峻考验 为此才更换了这幅特殊的单架 那么 这幅单架 到底有什么特殊功能呢 这时候 医护人员开始给这幅单架充气 这让我们很是好奇 单架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给单架充气 又是为何呢 我刚才摸了一下 这里面感觉是有种特殊的材料 有颗粒感 然后整个的包裹性会更强一些 然后我们看 现在整个患者在这个单架上 基本上被固定的是比较严密的 这个抽契的过程是为了干嘛 这个蓝色的单架 是追空负压塑形单架 转越专用的 转越过程中 我们冲过负压塑形固定患者的体位 这样的话会保证 病人转越过程中平位 然后减少二次伤害 这个抽契就是通过负压 把这个患者的体位塑形 保证转越过程中的平位 也就相当于每个患者 躺在这个单架上了 相当于就是根据他的体型 进行一个包裹和定制 对 因为一包裹 同时一塑形 这样的病人的体位就比较平位了 这样的不管地面转越 尤其是航空转越过程中 克服一些颠簸的一些因素 保证病人平位 有点像什么感觉 就像我们手比较骨折受伤了 去医院打那种石膏 或对 那种包裁一样 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就相对就能固定了 一二七 走 走 走 我们都知道 救护车上都有急救设备 帮助抢救病人 那么直升机上 究竟又有什么设备 飞行期间 这些设备能帮助患者维持生命体征吗 由于需要满足空中飞行这一特点 飞机上的救援设备和地面救护车设备 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设备看起来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 是因为他们要便携 跟着病人走 除此之外 而所有能在飞机上使用的这些设备 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要有试行认证的 一般我们就会发现 在医院里有很多设备是非常精密的 你看我们在空中 可能又遇到一些 比如是信号的干扰 空气 雷电 甚至有些颠簸 飞机上空间狭小 要保持飞行的稳定安全 减少颠簸 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上的医疗设备 重量越轻越好 因此 飞机上的医疗设备 通常是由高强度 轻质的材料制成 同时要经过严格的测试和验证 确保能够稳定运行 直升机上的医疗设备 跟医院里的医疗设备 不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直升机上的医疗设备 是要经过严格的实行认证的 比如说飞机上的监护仪 氧气瓶 单架 它里边的重量 材质 适不适合在空中使用 是要经过严格检定的 以免造成相互的风险 为了保证直升机的救援能力 飞机上采用的医疗设备 尽可能便携化和无限化 像除颤监护起搏一体机 这类医疗设备 它是通过电流对心脏 进行除颤和起搏 实现心肺复苏 传统医院中的 除颤监护起搏一体机 大约20千克 而直升机上的这类设备 重量大约只有五千克 这大大降低了直升机的负载 很快 工作人员做好了转运的前期工作 准备申请起飞 进行空中转运 准备就绪 在得到空中管制允许后 直升机马上起飞 转运途中 病人会不会出现突发舰机情况 飞机上 又该如何应对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医护人员 正经历着一场艰难的考验 大家不敢掉以轻心 神经高度紧张 随时准备利用 基载医疗设备 开展抢救 确保病人的生命安全 三十分钟后 救援直升机 到达市区一家医院的上空 稳稳地停在了停机坪上 在那里提前等候的救护人员 第一时间将病人送往手术室 实际上 这是一场特殊的 航空救援实战演练 虽然病人是模拟的 但一切流程 都是严格按照 真实航空救援 转运流程进行的 为了应对危重病人 快速转运 或突发事件中的应急需求 2014年10月28日 由北京999急救中心引进的 国内首架 专业航空医疗救援直升机 成功启航 拉开了中国航空医疗救援的序幕 直到今天 航空医疗救援的技术和设备 不断创新发展 那么究竟哪些病人 可以进行空中救援呢 一般来讲 患者必须符合紧急医疗救护的条件 如心脏骤停 昏迷 急性心肌梗塞 急性脑梗塞 脑出血 呼吸衰竭 新生儿及儿童急症等各类急危重症 当身边有急危重症患者时 可以拨打航空医疗救援中心专线电话 救援人员就会很快到达现场 实施救援 这次演习 从启动空中急救求助 到转运至目标医院 整个过程 只用了40分钟 为危重患者 争取到了黄金救援时间 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安全 然而 这种直升机 每次只能救治一位病人 直升机救援半径 在300公里左右 一般是区域性飞行 像北京周边 通常在金金济地区飞行 那么 如果在地震等自然灾害 或群体性事故中 有多位极为重症病人 同时需要送往医院 而且运送距离更远 又该怎么办 其实 除了这种直升机 还有另外一种飞机 可以实现同时运送多位病人 进行快速救援 而且飞行距离更远 能够连续飞行 十多个小时 眼前是一架固定翼飞机 机身长度为29.1米 可容纳18名乘客 这种飞机的最大巡航速度 可以达到每小时973公里 最远航程可以达到 11886公里 固定翼救援 也是航空救援的组成部分 它与直升机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 它的飞行距离更长 它可以飞到我国 甚至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进行救援 固定翼救援 那么在固定翼飞机上 为了帮助多位患者 空中安全转运 又配备了哪些不一样的 医疗救援设备呢 到这儿明显能感觉到 有这个医疗环境了 对对对 这个因为一般我们做民航科技 可能这两排都是座位 当然这个可能比一般的民航科技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稍微要窄一些 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臂展吧 对对对 整个打开 两米左右 然后呢 没有咱们常见的那种座位 对 是吧 这就是我们这架飞机最大的特点 它是经过专业的医疗改装 它现在咱们所在区域 就是我们飞机的医疗区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相当于地面一个ICU单元 这就是咱们经过医疗改装之后的 一个救治单元 救治单元 这是一个单价位 这个我能来感受一下吗 这个救治的话 比如说我需要吸牙 甚至我需要进行一些注射 心电监护 这能完成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医疗区的特点 这台橙色的机器是呼吸机 呼吸机 就是对一些某些重病人 你比如没有呼吸 需要插管或者气切的这些病人 我会给他接上呼吸机 在没有任何自主呼吸的病人 或者说他有自主呼吸 但是他会严重缺氧的这些病人 用呼吸机帮助他完成我转移的过程 在万米高空 对于有的危重病人来说 由于疾病或创伤 他们无法自主呼吸 这时呼吸机 就成了维持病人生命的关键设备 那么如果有更严重的心肺功能衰竭病人 他们又能否乘坐这种空中救护车呢 眼前的这台体外磨废机 是一种生命支持设备 主要用于治疗严重的心肺功能衰竭 等危重病症 它的原理是 当患者的肺部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作 而体外磨废机可以绕过肺部 直接为血液提供氧气和清除二氧化碳 从而维持患者的生命 这个设备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设备 叫ECMO 就是人工体外磨废 这个就是如果你失去了呼吸功能 就是不单是呼吸功能 就是你心脏目前没功能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 说白了它就是替代心肺功能的 咱们新冠期间经常听到一个词 大白肺 说大白肺之后 就不单单是一台呼吸机能解决病人的问题了 就它可能需要给病人上ECMO 来同时替代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对于危重患者来说 这架飞机上配备了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应有的基础设备 基本能够满足危重患者的空中救援要求 那么这种空中救援在我国的应用情况究竟如何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几年前 医疗救护飞机主要应用于大事件中的救援调度 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以及对健康的重视 医疗救护飞机开始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目前 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航空医疗救援网络 包括数百个航空救援基地 和起降点形成了快速响应的救援体系 在极端环境下 救援工作将更加复杂兼具 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 现象还生的山地 防不胜防的地震 洪水 泥石流等复杂场景 航空救援 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 创新进行时 下集精彩继续